文型脚踏车案件的上诉判决在社会掀起了议论 有的把矛头指向死伤者的父母 人权律师西蒂卡辛认为 这是社会制度和治理失败酿成的悲剧 无法为孩子传授正确教育 或提供足够的空间让孩子宣泄精力 西蒂卡辛在社交媒体发文质问政府 为什么不建设公园让孩子尽情的玩乐 就像不少的国家为孩子建滑板公园一样 他认为如果要援引2001年儿童法案第31-1-A条文 从疏忽照顾孩子 导致孩子暴露在危险之下的角度提控父母 对控方来说会是一场硬仗 因为控方很难证明在这起案件当中 父母遗弃或忽视孩子使得他们陷入险境 实际上有很多青少年总是会瞒着父母为所欲为 比如加入私会党或者是吸毒 如果父母都毫不知情 是否还能怪罪父母呢